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二叔摸摸他的头说 嘿 小布点呀 你太小了 长大后再跟着我学吧 狗蛋不一 总是围绕在二叔的左右 害得二叔没法干活 二叔说 我给你做几只陀螺 你和小伙伴们去玩吧 狗蛋兴奋地说 好呀 我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我的伙伴们 狗蛋蹦蹦跳跳就走了 几天后 二叔果然给狗蛋做了几只陀螺 都是用柳木做的 大小一模一样 可是在底端尖尖的地方就有了区别 有的下面镶嵌了一个珠子 是自行车飞轮盘里的珠子 有的下面镶嵌着图钉 有的下面镶嵌着钉子 狗蛋做了一条皮边 一抽陀螺才发现它们旋转的力度不太一样 转得最远最快的是镶了珠子的陀螺 抽团螺去咯 狗蛋一喊 许多小伙伴就跟着来了 它是第一个拥有陀螺的人 所以很得意 啪 狗蛋一甩鞭子 那陀螺就像会跳舞的精灵一样 滴溜溜就转开了 小胖蹲着看 眼睛瞪得老大 二毛站着看 羡慕得口水都流了出来 都离远点 小心鞭子抽在你们身上了 啪 啪 狗蛋抽动鞭子 那陀螺能走直线 也能走圆弧 真是神奇极了 二毛说 狗蛋 你是跟谁学的呀 狗蛋说 哼 没人教我 天生就会 狗蛋没有吹牛 许多新奇的游戏 狗蛋都是无师自通 陀螺要做得好 但还需要会玩才行 二毛说 狗蛋 能让我玩玩吗 狗蛋 狗蛋大度地说 行 你来吧 二毛 接过鞭子 那陀螺 歪歪扭扭 倒下了 他拿起 陀螺 用鞭子 绕几圈 然后 一甩手 结果 陀螺 像耍赖的孩子一样 直接就躺在地上了 小胖说 我来 他接过鞭子 猛地一抽 二毛尖叫了一声 啊 你怎么冲我呀 哎呀 小胖鞭子 向后甩的时候 冲在了二毛的身上 哈哈哈哈 大家都笑了 二毛疼得直裂嘴 但他也忍不住笑了 不过 那是苦笑 没过几天 小伙伴们都有了陀螺 他们都是缠着家里大人做的 狗蛋再喊一声 抽陀螺去 哗啦啦 一大群小伙伴 拿着陀螺 提着鞭子 浩浩荡荡 就出发了 好了 小朋友们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咯 咱们下一期再见 再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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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